黃百明出席流行經典50年錄影 還會和薛嘉賢合唱語曲 不過真的不知道原來你也有唱歌 沒有的 不過自己喜歡唱 真的沒怎麼練 他發了音樂給我 唱歌就行了 那就來了 最近電影業受到疫情影響 台前剝後很多人都停工 白明哥去年開的珠峰部都停工了 我覺得戲院應該要停業 因為始終都是公共場所 但原來有很多複雜的事情 例如澳門 關了賭場關了戲院 即刻那些數字都完全沒有增加 但香港是比較民主 又要開會 又要徵求業界的意見 所以一時之間還未有一個共識 曾經我都想過 不如我把那五間戲院自己關掉 但原來不行 如果政府沒有禁令 我們私下關掉那五間戲院 我就要被商場業主告到暈 因為我們不可以立法關掉 因為會影響到商場的生意 變成我們要負責任 所以唯有怎樣加強安全的措施 清潔消毒那些一定要做 還有每個官員入場 我們會和他們量體溫 還有送口罩給他們 戴著口罩來看戲都安全一點